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016年7月28日上午 河南驻马店市郑阳县发生一起血案 水果商贩张国有在路边卖西瓜时 与当地前来执法的城管工作人员发生了争执 争执中张国有持西瓜刀 将城管工作人员李某刺伤 后经抢救无效身亡 2017年3月28日 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 进行了一审公开开庭审理 让我们先走进当天的庭审现场 河南省驻马店市总级人民法院 清智审办第一庭 现在开庭 串被告人张国有到庭 被告人张国有 男1971年出生 河南省驻马店市郑阳县人 被告人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张国有 你从事了什么职业 是卦商卖卦的 这是什么职业 因为何时被新冲局的和担保里 2016年7月28日 你为什么是 检查机关随后宣读了起诉书 指控被告人张国有犯故意杀人罪 经依法审查查明 2016年7月28日 九时十八时分序 被告人张国有 在镇阳县 镇阳镇 油厂十字路口 西池路碑 换卖西瓜 镇阳县城市 管理综合自发局 萧顺章等工作人员 对张国有的行为进行纠正 并发电子证 予以扣言 张国有对此处理不符 而与萧顺章等人 发生政治 九时三四五分许 当张国有的妻子李红 与司法局工作人员李伟 抢夺证时 张国有刺刀 对李伟的头 背等部位连刺缩下 刺李伟死亡 检查机关在公诉书中指出 司法鉴定意见认为 被害人李某 符合因胸部刺伤 头部及四肢 多发性刺窗 切窗 致急性失血性休克 而死亡 本院认为 被告人张国有 故意挥发 剥夺他人生命 指一人死亡 其行为已出发了 中华的民国国刑法 第232条 官队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应当以故隐杀罪 追究其行使 在当天的庭审中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代理人 也参与了诉讼 并宣读了附带民事起诉状 诉论请求 一 依法追究被告人张国有 故意杀人罪的 停止责任 二 判令被告人 赔偿原告人 赏账会 死亡赔偿基金 被抚养人生活费 等费用共计 122万8857元 零五角 庭审中 被告人张国有 当庭表示 愿意尽最大努力 赔偿被害人家属 但对检察机关 指控的故意杀人罪 他表示不认同 我没有意识杀的 我给他没充满 我只是想 吓唬吓唬的 替我老婆人除处器 那么案发当天 究竟发生了些什么 城管工作人员李某 又是如何被刺身亡的呢 在庭审中 检察机关当庭播放了 案发时的完整监控录像 还原了案发的整个经过 这也是监控视频资料 首次被公开 监控画面显示 2016年7月28号 上午9点17分许 被告人张国有的蓝色货车 停在了驻马店市 郑阳县 郑阳镇油厂 十字路口西侧路北 正在出滩麦西馆 随后 城管工作人员 驾驶的一辆面包车 也出现在了监控画面中 由西向东行驶 在到达路口后 城管工作人员驾驶的面包车 掉头 停在了张国有的蓝色货车旁边 随后几名城管工作人员下车 走到了张国有的蓝色货车旁 其中一名城管工作人员 将张国有的电子秤 搬到了面包车上 随后 张国有开始和几名城管工作人员 在面包车旁边进行交涉 大约五分钟后 驾驶面包车的城管工作人员 也就是本案的被害人李某 将车缓缓向前开出了几米 大约又过了两分钟 面包车又往前开了一段距离 这期间 张国有一直在跟其他城管工作人员 进行交涉 直到九点三十五分许 张国有的妻子从人群中走了出来 静止走到了城管工作人员 驾驶的面包车旁 他先是开了副驾驶的车门 看了一眼后又打开了后面的车门 随后将被扣押的电子秤搬了下来 这时 驾驶面包车的李某下车追上了张国有的妻子 将他手中的电子秤夺了过来 在夺秤过程中 张国有的妻子倒在了地上 就在这时 不远处正在与其他城管交涉的张国有 持刀冲了过来 对夺秤的李某连刺竖刀 李某随后倒在地上 后经抢救无效死亡 监控画面显示 从城管工作人员出现 到李某被刺倒在地 这段时间将近20分钟 那么这期间 城管工作人员和张国有之间 究竟发生了什么争执 双方又都说了做了些什么 结合被告人张国有的当庭陈述 讯论笔录 以及多位现场目击者的证言 案发前后的更多细节 在庭审中得到了还原 下来他们都不论是 都要蹭点了 我说你不让我卖 可以 我走 对吧 我上地要卖 你要蹭给我 你要蹭不给我 我上哪卖的 他们 不可能 蹭 是给你扣了 我说你 我还没有 现在还没有 开始卖的 你不要我卖 我走对吧 我挪挪破 不行 想要了到下午上 说了呢 我说你下午 我今天上午 不再卖卦吗 卦我咋卖的 对于张国友 当庭所说的情况 公诉人当庭宣读了 当时在现场参与执法的 城管工作人员 耿某的证言 劝他离开 让他到西面的农贸市场 他不走 萧顺章就把他的电子秤 颠到我们的 执法的车上了 这时萧顺章颠了 那个刮患者的电子秤时 那个刮患者就从他的刮车 后面的车厢里拿出一把 切瓜中的木马的尖刀 一直在手里拿着 我当时还问他 为啥手里老是颠落一把刀 他说我卖西瓜 我咋不颠刀呀 当时是李伟在开着执法车 当时我和萧顺章都给那个卖瓜的刮患说 你把车开走以后 我们把你的电子秤还给你 那个刮患还是不愿意把车挪走 我们没有把电子秤给他 那个刮患者说 你们谁也不能走 谁走我通谁 不把我的电子秤给我 你们谁也走不了 这期间不少路人也看到了双方争执的一幕 检查机关随后宣读了其他现场目击者的证言 他们越吵越凶 欧里一直拿着切西瓜的刀 其中一个年轻点的城管拿着相机 一直在找像 其中一个城管问他 你拿刀啥意思啊 郭友说我卖光了 我不拿刀拿啥 郭友一直在问城管要打的秤 其中一个城管让他先把车开走 然后去举例领秤 双方就在那一直争论 也没有发生身体上的冲突 根据现场目击者的证言 在城管执法工作人员将电子秤 搬到执法车上之后呢 双方因为如何还秤的问题 在言语上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但并没有肢体接触 那么悲剧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 监控画面显示 就在双方争执过程中 城管驾驶的面包车 往前开出了一段距离 那么这期间又发生了什么 矛盾又是如何被激化的呢 当时肖文章让李伟把执法车往前开开 李伟把车往前提了有十多米远 然后把车停在了路边了 我和肖文章还和那个刮换谈 范鹏鹏一直在录像 那个刮换子拿起刀以后 那把刀一直在手里拿着 我和肖文章正在和那个刮换谈时 从那辆刮车的北边过来一个四十多岁的瘦瘦的女人 此时走来的这名中年女子 正是张国有的妻子李红 在李红的正言中 讲述了当时他来到现场的经过 那是2016年7月28日上午的事情 那天早上 当时我正在家 媳妇 这时候有个人跟我说 人家城管不让卖东西 已经把你的秤拿走了 你还不赶快走 说了后我就从家里到我卖西瓜的摊边 我到那后 后我听到城管说 你把车开走 我一家子的说 我把车开走 你得把秤给我 我一家说了后 我也说 你把秤给啊 又走 说了后 我就在我账户和城管边站住 现场的监控画面显示 李红来到现场后不久 就独自一人走到城管的面包车旁去拿电子秤 那么李红当时为什么会去拿电子秤 这期间又发生了什么 在李红的证言中描述了当时的情况 后来我记不清是谁给我说 人家把你的秤拿走了 我说这只建车怎么没建秤 人家说秤在西边的车上 然后我就去西边的那个车上 到车边的时候 我先拉开护驾驶的门 把护驾驶门打开后 没有建秤 然后我就把护驾驶后面的门拉开 拉开后呢 我看到我家的秤 然后我就把秤拿走 我把秤拿走 在驾驶的那个秤管 制华人员也就下来了 那个秤管制华人员下来后 我就拿着秤走 他就追上我 和我秤夺秤 监控画面显示 李红倒地后 张国有随即冲了过来 并用刀向夺走电子秤的李某刺了树刀 现场多位目击者的证言 都讲述了当时的情形 那个官汉手里点到那把尖刀 听到西边的那个女的 喊着打人了 那个官汉就点到 点到手里的那把尖刀往西跑 我才知道那个女的是那个官汉的老婆 她跑到西边 李纬跟前 左手掐到她的脖子 右手拿到那把尖刀 用右手的那把尖刀 朝李纬脖子后面 后背乱刺 国有看到她老婆躺地上了 就拿着切西瓜的刀 从东面跑了过来 从后面用左手拦住那个尖刀的脖子 右手用切西瓜的刀 往那个尖刀脖子上扎了一刀 又对着后背扎了几刀 然后我就看到那个尖刀 倒在地上了 尖刀工作人员李某被刺伤倒地后 他在现场的同事随后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几分钟后 120急救车赶到了现场 但是李某因伤势过重 最终经抢救无效死亡 那么张国有在刺导李某之后又做了些什么呢 他又是如何盗案了呢 从一作案到你被抓 这段时间 你在干什么 前第一是不是吃了李某 再过来是年那个099 年099是家里是黑物的 他一跑我年没几步都不年了 一看这个 不是是097是0799 拿吃法医的那个小伙子 他还给他拿我的成本 我要成本给他多成本 多成本取了他一脚 再过来我都叫大家把保安投案自首 后来都叫他放到柴上所有柴门 就登陆这些警察们来我和投案自首 监控画面显示 正如张国有所说 在李某被刺伤倒地后 他又持刀对制服编号为099的城管工作人员 肖某进行了追赶 而肖某正是一开始将蹭搬到面包车上的那名城管工作人员 而除了肖某 在场的其他城管工作人员也遭到了张国有的追打 那个官方子看我们过来了 他就颠着那把刀去碾肖顺章 去刺肖顺章 肖顺章跑得快 没有碾上他 那个官方子就缓回来了 当时范蓬蓬一直在用司法 司法一路下 那个官方子老婆就拽着 范蓬蓬的胸前的衣服不丢 往地上推 把范蓬蓬拽着的身子在车座 那个官方子手里颠着那把尖刀就往 范蓬蓬跟前走 手里的刀乱挥 他没有用刀刺范蓬蓬 我就看到那个刮患子 炒范蓬的裆部漆 范蓬蓬就跺就摔倒在地上 在法庭举证制证中 检察机关逐一宣读了证人证言 出示了相关的书证物证 以及视频监控等资料 并将电子秤 作案工具 西瓜刀等涉案物品 让被告人张国有进行了当庭辩认 张国有及其辩护人 对相关证据进行了制证 法庭调查结束后 控辩双方开始进行法庭辩论 随后检察机关 附带民事诉讼代理人 被告人和辩护人 开始围绕张国有 是否构成故意杀人罪 是否构成自首情节 被害人在执法中 又是否存在过错等焦点问题 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首先检察机关就指控被告人 构成故意杀人罪发表了公诉意见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 故意杀人罪 是指以暴力 或者其他手段 会划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 体现的是 会划剥夺他人生命的目的 还大到花定的十四周岁 这个刑事责任年龄 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 均可以构成本罪的主体 主观方面为故意犯罪 明知自己的行为 会发生伪害社会的结果 并且希望怀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 故意杀人罪 情况的课题 是公民的生命权 检察机关在公诉意见中指出 在庭审中 检察机关通过依法讯问被告人 宣读证人证言 出示书证误证 并当庭播放了案发现场的监控录像 从多个角度 证明了被告人的犯罪过程 及相关情况 证据间缓缓相扣 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 足以证实被告人张国友 故意杀人的犯罪事实 本案中 被告人张国友 因在路边 卖西瓜 与郑阳县城市管理 综合自发局工作人员 发生争执 当其妻子李红 与自发局的工作人员 李伟争夺证实 张国友在没有弄清 事情的原委的情况下 不由婚说 刺刀对李伟的头 被等部位连刺缩下 从张国友使用的工具 通刺的人员的 刺激的部位 刺所等情况来看 其主观上 剥夺被害人生命的故意明显 客观上造成了被害人 因为他用锐 刺刀 头部及刺指 多发现刺刀 而死亡结果的发生 其行为完全符合 故意杀人罪的主客观要件 对于检察机关 故意杀人罪的指控 张国友首先进行了自行辩护 他说我故意杀人 这个我有点 不得当 因为我前面都没有那种的相互 也给他误出误远的 我这个事情是咋回事的 在这个情景之下 我是当时重回了头脑 脑子一人没想这么多 也没想到说 杀人来打打出来 故意杀人来 我根本没有那种相互 随后辩护人在发表辩护意见时 也指出 张国友的行为 虽然客观造成了被害人死亡 但并没有主观上杀人的故意 因而应以故意伤害罪 追究张国友的刑事责任 辩护人认为 被告人不具有杀害受害人的主观目的 当然了这种方式是错误的 而使用了错误的水果刀 但是不具有杀人的故意 只具有故意伤害的目的 针对辩护人的观点 检查机关进行了答辩 第一是 这个行凶的这个凶器 从本案这个被告人 这个张国友这个行凶的凶器不难看出 他这个凶器呢长二十八厘米 长呢 十五厘米 诸一致人这个死亡 第二个呢是打击的部位 从这个张国友打击的部位呢 他那个都是吃相这个本案这个被害人的这个 头部 后脑锁 这些致命的部位 三是呢 这个行凶的这个力度和频率 从本案的这个相关的目击证人和本案的这个监控 录像中的这个视频这个不难看出 这个本案被告人张 张国友呢 冲到这个被害 被害人李伟的这个身后呢 就是不及后果的 不及这个后果的乱刺 所以说呢 这个从张国友使用的工具 统治的部位 统治的人员 刺伤的部位 刺所的等情况来看呢 其主观上有杀人的故意 客观上实施了这个杀的行为 根据这个刑法规定呢 应当构成这个故意杀罪 除了罪名的争议之外 在法庭辩论中 辩护人还指出 被害人在执法中存在过错 是诱发本案的主要原因 通过监控视频显示 2016年7月28日9034分 被告人李红走向乘管车 而拿回自己的电子乘的过程中 受害人李红 边打电话边走出面包车 走到面包车尾后的时候 用力与被告人的妻子李红 抢夺趁 而后将其摔倒 这是本案的案发的诱因 针对辩护人认为 被害人存在过错的这个观点 检查机关进行了答辩 就本案而言 张沃游在供述中说 本案发生的前因 是由于被害人对其妻子 殴打而造成的 但被告人的这些说法 没有证据证实 只是他自己的一面之词 作为一个成年人 要正确处理生活中的 矛盾和问题 而是一里扶人 反正通过谈调节 双方的矛盾 反正通过合法的途径 去解决 对于被告人张国友 是否构成自首情节 检查机关首先发表了意见 本案被告人张国友 作案后打110电话报警 没有逃离现场 在政查机关询问时 被告人张国友 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 根据中华人民过国刑法 以67条第一款 和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处理自首 和立功若干问题的意见 第一条第一项的规定 第一项情形 张国友的行为 应认定为自首 对此辩护人给予认同 但附带民事诉讼 原告代理人认为 张国友不构成自首 虽然被告人在 作案后主动拨打110 但其在接警人员的 一再说明下 没有说话 并挂断电话 并没有向呼唤机关 说明情况 被告人作案后 滞留现场的整个过程 可以分为两个决断 第一个 被告人杀人后 适当在案发现场 继续来回寻找 追赶其他执法人员 刺激再次行凶 第二 被告人作案凶器放下后 是在围观群众和执法人员 等众目睽睽的坚持之下 五发逃离 所办现场 在当天的庭审中 张国友多次表示 会尽最大努力赔偿被害人家属 其代理律师也当庭向法庭 移交了被告人家人 先行赔偿被害人家属的 三万余元现金 但被被害人家属 及其代理人表示不接受 经法庭问询 由于被害人家属 及其代理人不同意调解 因此法庭未对附带民事诉讼部分 进行当庭调解 随后被告人张国友做了最后陈述 随后审判长宣布休庭 案件将择期宣判 对于这起案件的判决结果 我们还将继续关注 回顾这起案件 原因看似并不是多么的复杂 但是教训却十分的深刻 只有让每一个社会参与者 都对法律心存敬畏 让全社会都树立起对法治的信仰 这样才能避免类似案件的再次发生 今年的5月1日 我国第一部城市管理执法办法 开始正式实施 为下一步全国城市管理 打下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这说明我国正在通过 不断的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从系统上去正视问题 解决问题 当然这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为之努力 以法律的名义 希望这样的案件 永远不要再发生 好的感谢您的收看 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 相关的资讯 欢迎关注央视新闻移动网 nek我们下期aj 入网 谢谢你